那这种缘分不是偶然能得到的 这个世界人口超过七十亿 七十亿人当中几个人看过 回记本 几个人看过 念老的季节 你就知道了 看到的人有缘 缘是有了 如果没有善根福德 这个缘遇到了 败遇到了 世尊在弥陀经上告诉我们 这个法门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生必顾 那么换句话说 真正能往善的都是知足了 多善根 多福德 多因缘 我们今天语言足了 那关键呢 就是善根福德 什么是善根 能心 能悦是善根 福德 福德呢 真正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是福德 大福德 那修什么得大福德 支持名号啊 为什么 名号是一切法的 大宗职法门 宗纲领呢 总的原理原则 那一切祝福名号 都从这个里面 流露出去的 无量无边 祝福菩萨所说的经典 依然从这一句 名号所生的 乃至于 便虚空便发起 万事万物 都没有离开这一句佛号 你说这更多多 所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便发界 时空界 统统念到了 人不相信 不相信就是没福 你相信的就是你有福 啊 对于这个法门 你能够理解 能不怀疑 善根 那真心真愿 善根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大福报啊 啊 绝不能贪求 人天福报 为什么呢 人天是小福报 太小了 啊 时间不长 时间不长 夜市就想完了 又何宽 像福里头造罪业 把你的福报打折扣了 很快 你的福报就下掉了 啊 不是按帝夜报就先签了 麻烦可大了 啊 所以要有高度的警惕啊 不能被眼前这些形象所迷惑了啊 这个东西很难避人 邪知邪见 很可怕 啊 真真修行人 要学古大德 怎么样去避免 尽量的少接触 啊 今天 诱惑人力量最大的 电视 媒体 啊 网络 啊 电脑 这些里面东西的内容 啊 他所在的 负面的多 真面的少啊 啊 杀到阴亡 中国人所说的 不仁不义 无理 无知 无心 他传这些东西 不断地在传 天天在传 日夜不间断 叫人 完全迷在之中 以为这是震荡的 把邪当作震 把震当作震 完全颠倒了 啊 这一颠倒 果报 在三途啊 来身 得不到人身呢 这个四十真相 我们必须要常常 放在心上 决定 不犯了 阿 阿弥陀佛